为了推广艺文教育 国立清华大学艺术学院 以及科技艺术研究中心 最近举办了111年文化体验教育计划 获得艺师团很高的回响 计划主持人刘士达老师说 已经有34团研发类与推广类的艺文单位加入 相信可以提供丰富且多元的艺文教案 那不管大家是新进来的 是之前就已经参与过这个计划的 那其实大家在提案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是有看到大家 这个提案的文化体验内容 是非常有适合在到学校现场 去让朋友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然后了解这样的文化内容 希望这个教案具有一个文化艺术导向 也需要我们今天的专家学者帮忙 把我们12年国教克刚 他主要的一些议题导向 或者是一些素养导向的一些观念 也希望今天能够把它融入 那这些团队呢 我们都有六大领域的一些 这样子不同的一个意识意团 那我们这六大领域呢 会分别的在今年度去 协助他们在不管在教案编修 甚至还有入学的 学校的一个辅导 那在未来呢 我们也会协助到他们的这些教案 最后变成一个一拍集合的一个内容 放到教育部 所以说今年度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以及希望说可以协助这些意识意团们 把这些所有的很好的内容 传递到学校里面 34个获不住的意识意团当中 日前齐聚清华大学参加陪力训练课程 希望把意识意团的教案内容 跟教育课程做融合与精进 未来在教育现场就可以更加贴近学生 我们这一次呢会希望说 多帮助意识团体呢 他们在教案的设定的时候 多一点SDGs 像这样的一个议题导向的教案来进入校园 因为这个是目前呢教育的潮流 也是呢目前呢 就是学校方面比较需要的 我希望说这个能够控制一个双赢 让这个计划呢真正的永续发展 而且呢能够就是增加我们后世 我们国家的一个美感的实力 那待会我会谈 就是说不但是那时候的话 就是说2005年那时候有些国家 把它纳到教育学政策或国家政策 甚至美国白宫的话 也发起很多的创客运动 在白宫里头发起出来 我是正上方拍的 直接看不出来 其实这个是积木 这个三公分厚的木头 积木 我把拼图的平面 我说相反吧 把平面变成立体 把拼图变成拼字 那不是相反吧 这是相反吧 我听到这段音乐 但我不知道是谁演奏的 但是这个音乐 是我很熟悉的音乐 因为它的旋律 因为它的乐触的张力 因为它大提琴的音色 所以让我瞬间那种焦躁不安的心 皮影戏是一项传统的表演艺术 透过灯光与半透明的屏幕 让人偶在屏幕上制造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 这项表演艺术可以让孩子从中学会团队合作 说唱技巧 娱乐性质也很高 是今年获得补助的艺术表演项目之一 那皮影戏在一般学校来讲的话是比较少见 那在北区的话是更是少见 那我们其实在学校推广教育已经很多年了 那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教案 让小朋友可以轻松的就透过这个教案去认识皮影戏 富项工厂是以肢体表演为主的团体 艺团代表朱沛茨指出 演出元素从生活中发想与构思 从课程当中可以鼓励孩子们学会表达与发挥创意 每次上完课程孩子们可以给的回馈 更让老师们有种教学相长的感觉 我们是富项工厂 那我们的专长呢 就是以肢体作为我们创作的一个元素这样 那我们的我们会从生活当中取材 所以会告诉孩子们说 其实你们生活中看到的各个物件啊 像是庙宇啊或者是工厂啊 或是铁皮屋那些 生活当中处处见得到的建筑 或是生活的元素都可以称为 是在做艺术发展的一个媒介 在现今实行的108年新课纲当中 鼓励孩子们可以适性洋才终身学习 其中课程的目标愿景 鼓励孩子们可以陶冶生活知能 因此文化艺术课程多元教育 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项目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导 才逅此课程多元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